如果不是这个女人的出现 霍启刚根本娶不到郭晶晶 因为她早就嫁给了田亮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3年 跳水王子田亮被拍到与香港小姐廖剑林亲密出行 此事也瞬间打破了郭晶晶想与其死守一生的想法 1993年 郭晶晶与田亮得到了留在国家队的机会 或许是觉得经理相同 他们之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在那些年的训练时光中 他们互相照顾互相鼓励 见证了对方在专业领域的成长 不仅如此 据说当郭晶晶受伤时 也是田亮在旁无微不至的照顾 二人就这样度过了整整11年的时间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众人都期盼着亮晶晶组合可以正式官宣时 郭晶晶就与霍家长孙霍启刚传出了绯闻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因为霍启刚特殊的身份 郭晶晶也因此被冠上了拜金女的帽子 口碑以及人员都彻底一落前掌 但这也不禁让人好奇 郭晶晶为何抛弃青梅竹马的田亮 转身与霍启刚走到了一起呢 其实这都与田亮的花心脱不了干系 因为田亮一边与郭晶晶暧昧不清 一边还在外面交了一个模特女友廖建林 所以背三的郭晶晶自然忍无可忍 于是在2004年时 亮晶晶组合彻底分道扬镳 如今距离他们分开也就仅仅过去了19年 但二人之间的差距却堪比云尼之别 因为2007年田亮正式官宣退役 但退役的原因却是被开除 因为他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向国家队请了半年假 结果这半年中他却频频出现在各种综艺中 引发了国家队的不满 所以将其开除 退役之后的田亮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到了娱乐圈 但并未掀起太大的水花 而反观郭晶晶就不一样了 在一期间多次为国家拿下金牌 退役之后也有自己的追求 先远赴英国留学 毕业之后才由霍启刚走入婚姻 如今的郭晶晶不仅被霍启刚宠爱 就连整个霍家都以其为主 可以说是最有地位的豪门阔态 但婚前霍启刚的行为让人大跌眼镜 打死霍启刚也想不到 婚前失业带辣妹牵手逛街 婚后却能喜提模范丈夫 这一幕发生在2009年 彼时的霍启刚前脚刚从夜店出来 腹脚就被狗仔们给送上了热搜 因为彼时的霍启刚可是与郭晶晶恋爱了五年 所以此时一出 郭晶晶也被众人嘲讽是豪门气腹 但值得一提的是 当初为了追求到郭晶晶 霍启刚可谓是煞费苦心 甚至还因此获得了痴情好男人的身份 但如今此时已经曝光后 很多人都纷纷质疑霍启刚真正的人品 但不管外界如何评头论足 郭晶晶却还是选择相信霍启刚 与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此时还没消停太久 霍启刚又被爆出深夜私会女主播的消息 此时还惊动了郭晶晶的父母 他们专门给女儿打电话 要女儿赶紧分手 此时可将霍启刚给吓到了 为此他专门赶赴河北找到郭父郭母 表示二人只是一起参加了某场活动 至于所谓的亲密照完全都是合成 外加当时在场的朋友证明 郭父郭母这才勉强相信霍启刚 或许是为了让郭晶晶安心 又或许是为了杜绝外面女人的心 霍启刚为郭晶晶举办了三场十分奢华的婚礼 就连黄晓明两季的世纪婚礼都根本比不过 婚后霍启刚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 也事事都听老婆的话 就连自我介绍都在跟老婆学 但值得一提的是 同样是嫁入香港豪门 福明侠的境遇为何比不上郭晶晶 同样是嫁入豪门的奥运冠军 郭晶晶与福明侠如今的人生境遇到底有何不同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当年福明侠一公布婚讯 两岸三地都被震惊了 因为他的老公可是香港赫赫有名的财神爷 而且还比福明侠大26岁 所以他也被冠上了贪图金钱的帽子 但对于外界的质疑声 福明侠从不理会 甚至还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到了生子上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福明侠仅仅结婚五年 为何就有三个孩子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 福明侠如此的付出 却没有换来丈夫的忠心 因为其丈夫经常被曝光在外偷吃的消息 可以说福明侠的日子过得可谓是十分混乱 而反观同样是身为冠军的郭晶晶 在婚后可是被宠成了宝 值得一提的是 郭晶晶也为霍家生下了三个孩子 在被外界催生四胎时 其婆婆朱玲玲还当着众多媒体的面 就对郭晶晶下达了风度的命令 我想启光和他都 我不会给压力他们的 如果他们喜欢生就会生 不过其实三个都足够的了 霍启刚对外的回应也是表示 都以老婆的意见为主 不仅如此 自从郭晶晶嫁入霍家之后 所有人的口味都变了改吃北方菜 我们小时候比较少吃饺子的 因为香港人都是吃饭面为主 晶晶都经常包饺子 但我记得一开始包那些饺子很大只 不知道为什么越包越大 然后吃三只就饱了 所以我们其实全家都饺子吃多了 北方菜都 众所周知 郭晶晶不管出席什么活动 都以淡庄或者是素颜为主 而在前段时间的亚运会上 郭晶晶被问到每天都不化妆 难道不怕老公时间久了厌烦 然后在外偷吃吗 如此一个无礼貌的问题 谁知郭晶晶却笑了 然后表示自己不化妆 但霍姐刚每天都打扮得很精致 就怕自己某天不要她了 此话一出 不仅狠狠堵住了记者的嘴 而且还向众人狠狠地秀了一把恩爱 值得一提的是 郭晶晶与福明侠最大的不同 不是老公的宠爱 而是他们的事业 虽然二人都是世界奥运冠军 而郭晶晶则这事业带娃两不耽误 如果一个女人连事业都没有 注定在男人面前抬不起头 你们觉得对吗